巴基斯坦前總理謝里夫領導的保守派政黨 看上去要贏得星期六選舉的勝利 國民議會選舉的點票工作繼續進行 這次選舉當中 塔利班採取了多次的恐嚇行動 雖然正式點票結果還未宣布 巴基斯坦國家電視台估計 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 可能在取得席位的獨立候選人的幫助下 已經贏得組建新政府所需要的票數 在點票結束後 謝里夫領導的政黨 可能會獲得在272個國民議會席位當中 獨自祖國所需要的多數席位 經激烈的競選 前板球明星伊姆蘭漢的得票率排在第二位 他的政黨將很可能控制與阿富汗交界的 開白爾普克圖喀省的領導權